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怦然心动二十岁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优酷 怦然心动二十岁 本节目由毕业租房选自如 岳父零押金的自如APP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每一课都为这一课的葡萄假日首席特约播出 一直以来我们有一个传统 我们节目每次都会看到我们这些毕业的学子们 他们的这个学士照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他们毕业的时候这些惊喜时刻感 这是谁啊 小楠 快乐少年 不可能这个身高不对 这个绝对劈了吧 拉腿了 拉腰了 我觉得拉腰了 肤色也不对 对 肤色也不对 夏老师 夏老师 漂亮 双双双双 双双 周老师每年这些学生们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觉得终于送走了 哈哈哈 应该也有不舍哈 对更多的不舍 我觉得这个学士服穿在学生身上既是一种荣耀 更是走向下一个真诚的一件赞保 所以我特别的特别的既喜悦又为他们送上祝福 嗯 今年我们在看的时候 因为第二季了 就有一种迎来送往的感觉 就会想到我们第一季的很多人 其实他们已经步入到社会一年的时间了 也不知道 现在此时此刻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 现在此时此刻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 工作了吗 难道 我也不知道呀 我说说 2021 做自己 我一直觉得小时候特别希望时间快一点 自己快点长大 但其实到了这个 现在这个时间段 对他们来说反而希望时间慢一点 因为其实他们也不太确定自己步入社会之后 即将面临到的是什么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一群参加我们节目的年轻人 在他们这样一个年纪用力地去爱 用力地去生活 好好享受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时代 嗯 好 那其实我们上一期也提到了 因为这一集我们是要来到毕业舞会了 嗯 还记得去年的毕业舞会吗 好漂亮好帅我记得 然后也很浪漫 很浪漫 我觉得这一次也很有意思 他们的配对情况是随机的 哇 这好刺激 哈哈 就有一种在开盲盒的一个感觉 年轻人吧 多接触接触 瞧你那份过来人的样子 哈哈哈哈 好的 各位 下面进入每一课都为这一课 葡萄假日蓬蓬追踪时刻 要包你 这不是你包吗 哇 你这个好帅 我今天就这样子跳舞 哈哈哈哈 Let's kill this look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啊 哈哈哈 啊 LG 哈哈哈 哎他确实好像小鬼 真的太像了 我都不开玩笑 太像了 有一点像 很像 哎最近不是很火 我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扭机 机车舞 我不会 哈哈哈哈哈哈 原来猜野之间一种 哈哈哈哈 谁啊哈哈 双双 突然变好多好可怕 哈哈哈 搞笑吧 怎么跳的那个 怎么怎么 你来教我呀我教我 哎 左上 右上 左上 右上 哎弟弟也 弟弟也 啊一走 左 右 右 inconsci !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个那个你们要不要出去看黑板有新的日子吧 中午十二点院子集合 塔收专属出桃计划 出桃 来吧 请坐 那个我们女生 得稍微聚懂一点 然后大家挑一下地方 然后是有五个地方 沙滩 剧院 顶楼 泳池 灯塔 顶楼 我想聚泳池 我想聚泳池 你来一起吧 没有人在意你们去哪 没有人在意你们 对 没人在意你的感觉 你先闭嘴 闭妈 好 选吧 我是泳池 我是灯塔 我是沙滩 然后笑笑是顶楼 好 那分好了 记住了吗 没有 那记不住也无所谓 今天就是错乱的随机组队 有意思 任能跟夏老师 应该排不到一起去 出桃第一站 拿到紫色 泳池的同学请出发 紫色不是弟弟吗 紫色和泳池 什么 紫色和泳池 妈呀 还真是他俩是吗 紫色和泳池怎么打在一起的 真的 你看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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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